今年一代的南映北国际青少年忘求金表赛 在新亚忘求中登场 总共有来自15个月的选举参赛 比赛中持续到6位礼合 指定文威特邀请民众 做回来观赛为他选举加油 今年一代南映北国际青少年忘求金表赛 今年是一间也离第11档落 不然是在9年心急行为离急赛事 来自国外的选举参赛也越来越多 比赛可以说是越扮越胜大 就这个比赛只能在国际上比其他国家看得到 可以进行各国合唱 再来跟台湾参赛好相交流 真真各界的努力 当时也近一步将忘求的运动 竟然提供出去 大家刚刚看到已经有一些 我们本国的选手以外卡的身份来参加 这事实上是坦白讲是 栽培我们自己的优秀的青少年网球选手 一个重要的赛事 让我们优秀的青少年网球选手 能够见识到国际的水准的选手 那如果坦白讲 不一定以外卡的身份来讲 不一定在意 就是说一定要得到什么样的名次 但是最重要是磨练吸收比赛经验 这点是我们付出许多的经费资源 来举办国际赛事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这次比赛当中 仅仅有三十七国报名 最后由其中十五个国家的 情侣选手参赛 所以市场因为提供的选手 除了临近比赛之外 也要重分提供台南方会 理事故事 理事以及资源方向 其他这次比赛 可以让更多人临时台南 基加装系成 成一与其进户彩虹伯德